接下来的三天,方辰一直都在修炼道径梦轮诀,可是修炼的过程并不顺利,哪怕拥有三级梦字道文,沈摩天道谷,青花道铜,依旧无法突破到第三层。 就好像他被困在梦中,明明是清醒的状态,却一直都无法醒过来,很难受,让他感到十分的艰难。 这梦,到底哪里错了?他疑惑不解,眉头紧锁。 难道是我参悟梦到的时间太短了吗?还是说,自己尽管在梦到的感悟快,但真正的梦境真谛还没有感悟到?根基不稳,方辰心中不断思索感悟,神魔天道谷全力催动,疯狂地吞噬着体内的能量。 他只能用灵石不断吸收补充,那山堆般的灵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减少,可不管他怎么努力,就是感悟不出。 与此同时,外界的梦谣分身缓缓睁开眼睛,盯着方辰所在的位置,道,时间到了。 可以开始了。听到对方的呼喊,方辰长叹一口气,果然还是不行,想要感悟这第三层只怕需要机遇,但现在看来是等不到机遇了。 无奈之下,他也只能暂停专心感悟,采用分神感悟。要是继续拖延下去,对方必定会有所猜忌他拖延时间,从而引起对方警惕,这反而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 尽管造梦,幻梦,入梦仅仅只是修炼第二层圆满,但也有一战之力,只是会麻烦些,困难些罢了。 方辰单手结印,将阵盘收回体内。 见到梦瑶三人皆是望着自己,他微微一笑,道,既然如此,那就开始吧,早点结束,也早点能够回去。 梦瑶见方辰并无异样,也就收回了目光,并道,开始吧。 他来到成梦求一记正中央,站在了祭坛主位。 玲珑站西方,沐相,银卫。 阎兵站东方,金相,申卫。 本来成之横的站在东北方,土相,卫卫。 但现在他死了,这个位置自然就由方辰顶替。 这一点在路上时梦瑶分身就跟方辰说过,所以方辰也并未多言,直接站在了这个阵位上。 梦瑶对方辰道,该如何施展你应该知道,可莫要失误。 不然的话会很麻烦的,甚至会有人因此陨落。 这是在威胁方辰,要是他敢从中阻挠,那体内的梦瑶必死无疑。 方辰自然明白他的威胁,但但说道,梦道友要是不放心,也可以找其他人来。 现在的他要表现得越发嚣张,如此梦瑶分身反而会越是放心。 梦瑶分身闻言果然不恼,露出一抹淡淡笑容。 玲珑则是疑惑道,陨落?来到这里不是彻底安全了吗? 梦瑶微微一笑,道,此次梦境之地非同一般,自然要警惕些才好。 玲珑像是没有过多怀疑,点了点头,也是。 梦瑶也不再废话,道,诸位准备好了吗? 三人纷纷点头,既然如此,那就开始吧。 话音落,他神情浓重,双手结印迅捷,残影连连。 但不仅如此,他的左右肩膀位置各自有一双虚幻般的手出现,同样也在不断结印。 背后梦字、开字、换字、玄字皆展现而出。 除了梦字乃是三级道文外,其他几字皆是三级道文。 但随着他不断结印,四周用影像修复好的遗迹开始亮起。 天地之上有着七彩液体流入遗迹之中,液体所过之处都会让遗迹越发明亮。 从外置内,最终汇聚在了梦成球之下,被其吸收进入。 本就璀璨的梦成球越发的璀璨,其中星辰点点光芒闪烁,爆发出一道光柱向着虚空之上而去。 见此一幕,玲珑和颜冰也纷纷出手。 结实开始打出硬绝,落在梦成球上。 轰隆隆。 外界? 那道梦境之地的裂缝猛然开始剧烈蠕动,不断有梦气从中散发而出,充斥着整个密室。 见此一幕,众人皆是一松,因为这说明他们的人都抵达了最终之地,已经开始对梦成球动手。 只要得到此次梦成球所有的宝物,此次也算是圆满结束。 至于外面吗? 成家家主成士昌依旧被困在梦境当中,偶尔尽管能够听到他的嘶吼,但也逐渐减弱。 很明显,他想要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到时,他们也就逃之夭夭了,不用理会。 只是日后,想要再度来到这梦境之地,怕会有些许麻烦,但想必家族那边必定会再出手。 毕竟这般的洞天伏地家族那边可绝对不会放过。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,看似只有成家一个变数,实则只是开始。 方尘! 轮到你了! 梦瑶分身对方尘喊道。 玲珑和颜兵也各自望来。 方尘举起左手,背后三级道文梦字同样斩现出,随即打出一个响指。 大! 这一响指声响彻整个最终之地。 随即,方尘背后突然多出一道巨大的星辰铁链。 铁链一头伸入梦城球中,另外一条则是向着高空而去,直接消失在天际间。 与无尽宇宙连接的梦境之路并不是在道路的尽头,而是天空。 两边世界的梦境就像是倒立着的,只要向上便能够抵达无尽宇宙的梦境之地。 不仅是梦境世界,鼎域也同样如此。 这也是为何万族拼命往上爬的原因,越是往上,离天亭也就越近。 剑方尘展开行动,梦瑶分身三人也皆是双手结印。 打向铁链,玲珑玉口一张。 一柄叶剑从口中飞出,并在途中迅速变大,与铁链融合在一起。 阎兵周身爆发强烈夜火,正是梦道之火。 火焰同样冲向铁链,与铁链融合为一。 燃起熊熊烈火! 最终梦瑶御长一派,梦成球星光璀璨。 无尽梦境在其中演变,化作道道梦光笼罩铁链。 铁链飞快地往上而去,而这途中自然有着极大的阻碍。 因为铁链要穿过的可是两界隔阂,尽管只是梦境中的隔阂。 但依旧十分艰难。 而途中不仅要斩杀遥荡在其中的怨梦奴,还要闯过其中最难的三道阻碍。 梦魇、梦魂、梦梁。 之前梦家老祖用尽办法通过的,也就是第二关卡梦魂。 最终的梦梁一直都是他无法跨过的难题。 他找了好久好久,这才寻到以梦境之缘破开这最后一关的办法。 这一次,我必定能够回到无尽宇宙当中。 也在此刻,携带着强大剑翼和梦火的铁链不断往上。 像是撞到了梦境之地的顶端,发出咔嚓般的碰撞声停了下来。 见此一幕,众人并不意外,因为只有打破梦境之地的顶端才能够将其中的宝物拿出来。 只见方尘爆喝一声,铁链光芒万丈,爆发出惊人的破梦之力。 顶端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,没有坚持多久,仅仅三息便轰然破碎。 露出顶端之上的漆黑事件,那里正是通往无尽宇宙的通道,他们将那片空间称之为梦芽。 梦芽就像是齐天大陆的玉芽一样,连接着两地之间。 而梦眼、梦魂、梦梁梁就像是芽裕的灵流层、天雷层一样,阻碍着他人通过,给两地造成极大的阻碍。 甚至之前齐天大陆上出现过谬论,说顶玉之上,还有一片大陆便是无尽宇宙。 当然,这种言论很容易就被推翻,因为在灵力神之前,齐天大陆并不封闭,知道他们齐天大陆也仅仅只是无尽宇宙当中的一方天地而已。 要是无尽宇宙真是更上玉,那应该只有他们一方大世界,而不会让他们齐天大陆成为大世界之一。 看!誓愿梦奴!梦芽之内的一切梦瑶四人都能够凭借铁链感知的一清二楚。 很快,前方就出现无数的怨梦奴,本来他们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,可当感应到他们的存在时,纷纷歇斯底里地冲煞来。 方尘望着这些怨梦奴,发现他们和虚无之地中有着些许不同,其体内压根就没有骤印,果然虚无之地的梦境皆被梦瑶动过手脚。 只是不知道,另外一人吸收梦境之源时,有没有将梦瑶动手脚的怨梦奴吸收进去,要是有的话那就有意思了。 道友,靠你了。 玲珑对方尘说道,见怨梦奴靠近,方尘也就不再瞎想,冷哼一声爆发梦境之源,恐怖的梦境之力席卷去,仅仅只是爆发出璀璨的光芒,便让这些怨梦奴见面。 压根就无法近身。 对此众人并不意外,毕竟这些怨梦奴可比他们来时的梦境灵妖妖弱得多,怎么可能会是方尘的对手。 接下来的一路看似惊险,实则怨梦奴压根就靠近不了三丈之内,直到上方猛然一片漆黑。 红色的雷霆不断在其中闪烁。 里面还有着一张张猙獰的鬼脸。 到了,第一关梦魇。 他们到了。 梦魇即是噩梦,只是此刻他们皆已经实质化。 方尘眉头紧锁,尽管无法看到。 但通过铁链,他却是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些梦魇的模样。 他们身躯庞大。 模样道和梦境灵妖有着几分相似,皆是各种凶兽的融合体,模样古怪。 有六头三臂,常有狮,狼,狼,冠,销头。 也有两脚直立,样貌却如恶,嘴上有百瞳。 又有如龙般身形,却长着一张人脸,裂口露出那白结的牙齿,争鸣恐怖。 如果是胆子不够大的,看到他们的样貌都会被直接吓死。 就像是此刻的玲珑,脸色微微泛白,明显是被吓到。 好在他心性坚定,倒也没有被吓得施法中断。 但是这第一关正是需要他。 此关梦魇,唯有以剑斩之。 要是他恐惧的话,那他们可能就会败在这第一关中。 梦瑶也是注意到这一点。 喝道,玲珑道友,赶紧提起精神来。 梦魇只是调动你心中最为恐惧。 你如果真就此恐惧,他们就会越强大。 玲珑也是注意到这一点。 点头道,明白,他吐出一口香气。 随即聚精会神,不断向上的铁链中不断爆发出道道剑影。 万剑齐戳,向着嘶吼着的梦魇斩去。 斩。 他娇喝一声,无数夜间斩在梦魇之上。 顿时道道惨叫声不断响起。 无尽梦魇皆被玲珑万剑斩杀。 可是斩杀一批,前面又出现新的一批。 并且,这一批比之前要更加猙獰,更加渴破。 玲珑坚定到夕。 怒喝一声,再度万剑其出。 不断扫荡着前面一批又一批的恐怖梦魇。 见他到心安稳,梦魇这才松了口气。 可就在他以为即将度过此劫时,突然前方豁然开朗。 所有梦魇尽数不见,唯有乌云密布。 见此一幕,众人皆是松了口气。 这第一关梦魇也算是安然度过。 不对,方尘突然道,前面还有一只梦魇。 一只,众人一正望向前方满脸疑惑。 哪里还有梦魇啊? 明明只剩下乌云。 乌云,梦魇脸色微变。 瞳孔微缩,再度望去。 这哪里是乌云? 那是梦魇的巨口。 整个乌云皆是巨口,巨大到无边无际。 望不到边,宛如星空黑洞,众人脸色皆是煞白。 按理说,刚刚的那些梦魇差不多就结束了。 这是他们历代近来所得到的结果,梦魇当中的困难程度更是详细到极致。 可这一次不仅梦境之地变了, 就连梦魇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这般的巨大梦魇记载当中从未有过。 快点出手! 梦魇分身对着玲珑喊道。 能够对付梦魇的只有玲珑一族。 梦魇分身倒也能够出手, 但它是作为底牌的存在。 一旦出手, 接下来要是又出现问题的话, 那就再也没有计划了。 只能再等数年来至数十年梦境之地再度开启。 但梦魇分身等不了了, 梦家老祖也等不了。 玲珑终于是反应过来, 连忙双手掐绝。 背后道文不断显现, 一把蕴含着梦魇之剑出现在玲珑背后。 上方刻画着的正是他的道文。 只听玲珑娇和一声, 夜之剑。 万梦斩! 梦魇一剑宛如火箭般直射天际, 又迅速消失在天际间来到铁链之前。 向着上方巨大的梦魇斩去。 碰! 此剑宛如流星, 将天空乌云划成两半。 同时伴随着的还有梦魇的嘶吼惨叫。 当夜之剑逐渐消散, 整个巨口也被划成两半。 玲珑脸色惨白, 但还是露出欣喜之色, 破了。 众人也结识一喜, 但下一刻却又脸色煞白。 那被撕开的梦魇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, 想要将他们尽数困死在此。 玲珑脸色煞白, 满脸绝望。 梦家劳祖喊道, 赶紧继续出手。 不行了, 玲珑无奈摇头, 这已经是我最强的一剑。 该死。 梦瑶分身脸色难看, 便要强行出手。 出手吧。 梦家劳祖无奈说道, 但就在这时, 一把巨剑突然从梦魇之顶出现, 并且迅速降临, 斩向大梦魇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